大家好,我是肖肖 几天没见,终于回归 好,今天呢,依然继续我们这盘象棋残局的讲解 此局,红方的实力可谓说非常旺盛,非常强盛 有双鸡双炮还有双马 而黑方呢,虽然子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危险却是不如小觑 黑方仅有双鸡足,但是黑方这里随便离近居 都是叫杀得起,红方肯定是守不住这步棋 但如果红方这里想说是,如果他也是,双鸡是错开的 那他也可以叫杀,但是遗憾的是,黑方双鸡错开,红方双鸡呢,在一条线上没有错开 那这样,竟然又守不住这步棋,红方又必须得走棋 只能说是,近居一将军 黑方老将呢,只能上将 红方也只能说是再近居 可惜就是只有两个局这个象棋 如果象棋是三个局,那红方也是必须 黑方只能上将 走了两步棋,红方这里也不能长期这样一将他又退 又这样将啊,是吧 只能说寒恨呢,走一个,弃鸡将军 把黑方的巳,给他走开 老将,来不了中路,有炮 只能说是用巳,巳掉这个巳 巳掉以后,黑方的巳呢,就挡不住我们这个小马一回 将军 现在,黑方这里,不能上巳来别住马桶 那再走,红方这里,马上就会赢 红方就直接,退居一将 老将来不了中路,有炮,只能退 然后我们这里再回马一将 老将上不来,只能再退,好 禁居一将,绝杀无井 所以,黑方这里,他是不能上巳 是不能走 那能走的是什么呢?老将不能退 只能说是平将 现在,我们就不能再用退居来将军 如果一推,一退 一将,老将直接一退 大,马,炮 都是毕掉一个,调子 都是重要的,而且他别住了马腿 马腿一别住,那这个旗 就很难说 因为黑方这里,双巳 还等着要杀 所以,这里是不能退居来将军 而是应该回马一将军 黑方呢?平四不行 退一将不行,也只能说是平六 然后我们再回马一将 老将依然不能退 只能说是再平将 现在,我们好像这里就有一部回马踩足异将军 但是,如果这一种黑方这里 直接给你一砍退居砍马以后 你的居然还不能吃 因为他这里还有进居叫杀的一部棋 所以这一种看似是不好棋 实际是个败招 红方这里呢,也只能说是 强行马虎炮将军 黑方,当然,平居一砍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 上马 一将 黑方这里,自然 是要吃掉这个鞠 吃掉这个马 退居一砍,然后 我们这里再 一换 换了以后呢 黑方还得走鞠 不然的话,这个炮 可就打着你这一串 虽然你这里可以平足 如果他没有这个炮的话 这个平足也能叫杀 但是他有炮 你走的这个,他还能打着这个 所以 这种情况下的话 黑方自然是可以过来 捉一下马 下一步呢,还有 禁军要杀得起 当然,红方这里 肯定要用炮打 在打足之前呢 要先 站住 尿岛 将军平居一江 老江不能平四 只能平六 然后我们再用炮打足 黑方现在 只能说是吃马 走到这里呢 红方 虽然直立强盛 但是也奈何不住 黑方这里 双鞠等着就杀得起 也结果前面一番 交换一番 回合下来 红方仅有鞠炮 黑方呢有鞠 还有两射 现在如果红方这里 平炮过来 像是帅户再平率 再一平居 绝杀 那黑方也先不管 只能先退居 等你一正帅 好 他就平居过来 你现在强行换居 居这个旗一换 你当炮 赢不了 只能他合起 那如果他不正帅 而是先过来这样 这样 这么累的话 黑方呢 同样 他也可以 站中 鞠一站中 那你这个旗 想来想将 也将不了啊 那如果 不站立 而是选择这样 把鞠一甩 然后下一步呢 进鞠一将军 然后再一将 就可以抽掉他这个鞠 但是黑方这里 他可以不管 他可以不管你 或者说他还是可以站内 那你再来 这样一将一抽 他还是 上四 那你这个棋也是换 如果说你在 平居一将 或者说你随便走一步棋 想站内 或者说过来一将怎么样的 他也可以说是将军 下来 然后这样一手 所以 黑方 虽然仅有单鞠可以进攻 而红方 哪怕有单鞠炮 这个棋呢 也是奈何不了的黑方 只能说 从我一旁何棋 想一想呢 也是很可惜 但是 黑方这个棋呢 公司开局呢 也是比较的猛 好 今天这盘残局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趣味的观看 好看